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好精彩 这个点真是好精彩 正好来到前面的这个高点的地方 大概就在九千三 因为这个是九二九七 差两点 有过两点 可是一开就下来了 那今天在台子期的部分也是一样 开高到十一月九号 美国总统大选的高点 就掉下来了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我们先看一下国际股市的部分 昨天欧美股市继续涨 这里面道琼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道琼是直接又 这个强的态势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NASDAQ也开始慢慢的又回升了 科技股半导体的部分也开始在回升了 所以美国股市 这个本来就是目前最强的一个地区 好 欧洲股市在意大利公投后 连续两天大涨 德国已经即将要过今年新高了 你看这个德国今年的高点 这个是德国原本今年的高点 已经要过关了 我想估计今天晚上 估计今天晚上就会过关 因为这个KB才刚形成黄金交叉 有利多头的持续攻击 才刚形成而已 所以欧洲股市接下来这个礼拜 将会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昨天南韩大涨 今天日本目前最强涨105点 日本股市也是相当强的一个地区 这个指标又压下来了 所以是又要在攻 所以是又要在攻 好 那今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目前是稍微比较弱 刚开盘的稍微比较弱一点 可是大陆股市这个修正已经差不多了 好 这个指标已经压回到50以下了 好 所以大陆股市这波压回修正 其实应该也快要进尾声了 好 这个压回已经到19跟31了 好 所以这个压回整理已经快到尾声了 这两天大陆股市低档买点 好 你看深圳那股这个平台 已经怀了 已经怀这个平台了 好 所以大陆股市这两天买点 不必要注意 好 我们来看看台北股市的部分 昨天外资在台子期的部分 又大买 昨天外资台子期大买7000多口 一下子进多单又拉到8万口 那进多单拉到8万口 可见的外资 他在台子期的琢磨 是比较明显的 会以拉抬台子期来 创造整个攻击的行情 今天台子期又回到 来挑战前一波 10月9号总统大选这个高点 我想外资要让他过关的企图 很明显 这是9307 今天的最高点 9305 也是差两点而已 所以外资要让他过关的企图 很明显 这两天务必要注意 只要10月9号高点一过关 这个行情随时有加速攻击的机会 这点务必要注意 大家也在看那个点 所以今天还没有过关之前 600亿的量 压力还没过 你不敢买 那无所谓 可是只要压力一过关 只要压力一过关 你要赶进 你要赶下去 你不要 这个也不敢买 那个也不敢买 什么都不敢买 那就麻烦了 那你就根本就不用玩了 好 那其实做个股 不受限制于指数的影响 你看七所一段时间 指数这段期间 其实也不错了 已经达400几点起来 还嫌差吗 这段期间很多强势的股票 是一档接一档一直在攻的 那甚至于你看十一月份这段时间 指数400点来回震荡 我们会员股票挡挡 表现都相当的优异 表现都相当的优异 所以操作个股的 你不要被指数影响 就锁定个股来做就好 你如果知道要做什么股票 就跟着你的股票 就跟着你的股票 就对我的股票做了 那十二月份的行情 法人的动作是格外的重要 因为法人作帐这个月 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你要跟法人 有同步操作的一个选择 法人重点在做什么股票 你一定要跟着做 你看汉宇伯德最清楚 外资上个月 大买两万九千多张 一路狂飙 我们从十块钱一路做上来的 我们买的比外资更早 那在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大跌 我就跟大家讲过 大跌不见得是坏事 有押回是好买点 就这一天外资大买了 三千多口 大买了三千多张 昨天果然大涨 昨天大涨外资买更多 买了五千多张 那今天开高创新高之后 攻不出去就打回来 为什么 因为指标还是在高档 对不对 指标还是在高档 攻击很容易受限 尤其这个是不小的 股本不小的公司 市数一的公司 所以不要去追 这里来回喜是好事 来回喜的时候 让指标压低 到时候我们再来捡便宜 目前也高到空单 五千多口 高到五千多张 这个对于后市的推动是有利的 好那6176的瑞宜 注意哦 这个这两 这几天会供出去哦 昨天外资也是继续加码 九百多张 那十二月份 到昨天为止 第四个交易日 外资已经买进两千多张了 今天目前涨了快两趴 大单刚才已经有出来了哦 好大刀多少揣啊哦 我们看一下大单的部分 好大单刚才已经有出来了哦 刚才大单已经有出来了哦 密集的大单已经出来了 好所以瑞宜 最近瑞宜一直在这里整理的时候 因为指标之前在指标的高档 攻击受限不会快 那趁着整理的时候指标压低下来 所以指标压低下来之后 目前今天形成黄金交叉 有利于行情的攻击 接下来只要这个高点 现在年限是在五十八点七 今天最高到五十八点九 似乎有要过年限的味道 那更进一步的 前部的高点五九点五 如果再过关的话 那这行情确定会喷出去 确定会喷出去 尤其目前空单也来到三千多张 也有嘎空的味道 所以瑞宜要注意哦 很有可能在这两三天 就会攻击出去了 就会喷出去了 润泰权上个月是投信跟自营商买 这个月连外资都回来了 连外资都进来了 昨天外资买润泰权 也买了一千四百多张 自营商昨天也买了四百多张 所以当外资也开始回头之后 润泰权今天也过新高了 所以说你不要被指数影响 个股是一档一档在动的 个股是一支一支在上档的 你不要错过的行情 那今天报纸上又特别去在报导 营建股 扩大都更 明年度会有千亿的推案 那今天华库 目前 六零点八 外资昨天持续加码 华库九百多张 这个华库也是外资在 营建股里面 昨末比较重的 那另外一档 也是外资昨末比较深的 营建股 这是今年国内营建最赚钱的 藏宏 藏宏是今年国内营建最赚钱的公司 你看昨天大涨了3.7% 今天目前开高又小涨 这次一路攻击出去 这今年一股 据公司预期应该至少十块钱跑不掉 十二块钱都有机会 十二块钱都有机会 所以目前营建股两个龙头股 一个藏宏 一个华库 这两家公司是带头的龙头大国 好那今天我们在强放出席的部分 今天强放出席的部分 我们来跟大家谈 台药 六二七四的台药 台药是做铜箔基板的 台药是做铜箔基板的 最近同个价格走高之后 台药报价也跟着走高 那今天目前涨了2.7% 为什么今天要来跟大家谈台药呢 因为台药这家公司最近回的也蛮多的 从7月份的43块7 回跌到31块钱 那这条红色是年线 连续两个多月一直在利手年线 压回来守年线 其实年线往往是一个 多空的转折点 那年线能够守稳 有机会出现过新的多头 那如果跌破年线 那么整个行情就会变成弱势 这次修回回来测年线 这是一个良性的修正 那守住年线之后 渴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目前37块钱 34块到底贵还是便宜 你们来看喔 今年前三季的获利 今年前三季的获利 已经2.65 前三季的获利已经到达2.65的话 那么 第四季纵使赚个七毛钱 今年全年赚个3块3 也跑不掉 连续两年赚3块1 今年赚3块3 3块4 获利也是会创新高的 那 如果说以赚3块3 3块4的话 北比只有10倍而已啊 这个北比只有10倍而已 所以价格不贵 又压回守年线 年线守住之后 有开始转强的味道 那当然最大量这两根 如果36块钱能够再占回去的话 那就会更漂亮 就会更漂亮 所以上中股票 黄金交代也刚出来而已 今天到目前为止 不到一个小时的成交量 已经超越了 前几天的成交量了 所以这场各国觉得 底部开始翻译机会很大 接下来强放初期的部分 提供台药 给大家来做操作上的参考 12月份 今年的税末 我们公司推出 感恩大回馈的活动 买三送三再加三 你只要参加上个月会期 我们再送你六个月会期 买三加三再送三 这是今年一年一度 最优惠最便宜的活动 提供给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先给我们下午价 投资人应独立则